你好 郵報郵件 騎著電動機車在大包小包郵件 郵務室頂著大太陽穿梭 高雄大街小巷 郵務室的信件 好 謝謝你 其實現在郵務室 在送信件的時候 都會跟收信的人 保持大概一公尺距離 送完信之後 就會立刻噴酒精消毒 郵務室隨身攜帶酒精消毒 一天噴個三四十次 泡不掉 手因此脫皮出現白斑 但擔心的不是手受傷 而是有郵務室送信 遇到居家警役收信人 立刻回去換衣服消毒 你說擔心的話 是一定會怕罵的話 公司都有提供 會讓我們回去 可以先做一些簡單的 換衣服或是做簡單清潔 他一般這個都沒有告訴我 他也不可能告訴我們 郵局希望疫情指揮中心 可以開放全線 讓他們知道究竟 哪幾戶是居家檢疫或隔離 宋建時多加留意 同樣是送郵件或包裹 抵幹事工作也很繁重 機車上一大袋裡面裝的 都是居家檢疫包裹或是便當 要送到民眾家門口 包裹裡有口罩十四片 衛生紙一包 漂白水一瓶等等 總共八樣 李幹事還要跟隔離者 視訊查情 你今天有量體溫了嗎 確認隔離者在家沒亂跑 一天要打上百通電話 還要協助里長 處理里內大大小小事情 防疫期間早上把頂上班 忙到晚上11點15個小時 公時報表 一旦遇到有隔離者亂跑 大半夜還要協助找人 22個安扣 他如果有什麼狀況 我們要低限要處理 特殊期間 李幹事為了防疫忍一下 目前高雄市居家檢疫偷跑者 舉發55件 已經開罰11件 罰金196.5萬元 其餘還有44件審理中 衛生局也呼籲民眾 14天時間雖然不短 但辛苦一下保護自己 也是保護別人 記者陳古銘蔡創棋王書宏 高雄大